不知不觉 驼枪师姐 已经到了20周年之际 这么多年来有续集没重播的她 却依旧让很多观众熟悉 也成为了港剧引以为傲的品牌 然而笨重的台式电脑 大的跟板砖一样的大哥大 并不火爆的大场面 神枪手 陈小生 师奶 俄姐 女汉子陈三元 大男人成风 唠叨的二妹姐 爱凑热闹的花洒 温柔的四喜 可爱的五福 这些场景角色依旧清晰 但戏外的人却早已误视人非 俄姐 关永和因嫁人隐退 但丈夫张家辉还是让她成为了令人羡慕的存在 小生 欧阳振华近年虽然为了陪伴妻子减产 但 力乌老有记 夸世代 的收拾以及口碑 还是证明了她依旧是那个TVB福江 陈三元 滕立明 虽然她与 陈丰 魏俊杰 因戏生情 从戏中走到了戏外 但两人依旧还是选择分道扬镳 而她之后在感情上也是再度遭遇了两重打击 不过所幸那个队的人迟到了却没有失约 2013年 陈立明与圈外才俊男友马修 朱建坤 完婚 成为了朱太太 至于她的演艺事业 也随着 力乌老有记 开心速递之爱回家 等剧的热播逐渐开始回暖 至于四大主角之中剩下的魏俊杰 她 以爱为名 放弃了与陈立明 2009年的感情 转身就娶了小20岁的重庆女大学生张丽华 对方还在结婚两年后为她生下了可爱的女儿 然而婚姻不像恋爱 不仅要有爱情 力也得有面包 于是当荷尔蒙退去 李智回归后的两人中还是因为柴米油盐 纷争不断 婚姻意识频频亮起了红灯 值得一提的是 曾经作为TVB当家小生的魏俊杰 事业发展也因为感情受到影响 尤其是当她与TVB约满后 几乎可以说已经陷入了无戏可怕的地步 为了维持生计 让女儿有个安逸的成长环境 因此曾经最新表演拒绝商演的魏俊杰 近年频频现身在各种开幕仪式 酒店晚会 例或是酒吧KTV上 不过频频走血 导演是给魏俊杰带来了颇风的收益 如今51岁的她完成了当初对妻子的承诺 在香港给她买套房 而对于女人来说不仅包 能治百病 房子依然 因此夫妻俩的关系也在买房后有所回暖 而就在最近 还有网友在巴黎偶遇了带妻子去旅游散心的魏俊杰 并与之留下了合照 不过话说 照片里的魏俊杰与当年俊狼小生真心是相去甚远 而不少网友在感慨翩翩的同时 有忍不住打去现在往横向发展的 她有些像动画片中的人物 熊二 不过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优雅 年过半百的魏俊杰多了几份成熟稳重 也算是比以前更具魅力 你们说是吧 当然你对魏俊杰还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下面评论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 与新浪看点联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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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